这是我和格林娜的第一次上课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的 然后现在我在等她的时候 我觉得我需要把场地稍微布置一下 就这个真的像钱盛干出来的事 我和钱盛接触一次就知道他是属于 你好 老师 你好 好久不见 感觉好像比上次气色会好一点 休息够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这一个阶段的第一次的训练了 来 慢慢 手紧 中心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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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紧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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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盖好痛 好难 这个怎么做 这个真的没办法 可以啊 你快完成了 对 剩最后一点点 可是就是那点真的是 收紧 收紧 不行 收紧 收紧 差一点点 其实是害怕对不对 也没力 我也没力 我也没力 好 我们下面 这好难 要去做的这个会比较有意思了 在踢的时候你的臀部一定是离开的 怎么可能 可以移动 踢过这一条线 就是我输 在那边就是你输 我怎么可能赢你 一定 这线在哪 因为他说他其实想增加一些上肢的一些力量的训练 所以上肢其实支撑 所以这在做上肢 再有做支撑 再有做支撑 怎么用头 我又赢了 我又赢了 这怎么那么好玩 我觉得这个教练用的方法比较适合 对但我们次数太少 这么好玩的训练这么用心的安排 你都练的很少 没有我没有时间完全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 我觉得他已经很用心了 他设计的方法很适合你的 因为我在爬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上肢真的是完全不行 很没有力量 因为我觉得我腿还算有力 可是真的就是爬不上去 就觉得自己的上肢很弱 对 所以我在测试的同时给他加入了一点点上肢的训练 在训练的同时也是检测 检测同时也是训练 用游戏的方式去让他在觉得没有那么痛苦的情况下去做训练 我觉得有一点感动 因为我一直以为那只是一个测试跟游戏 然后所以我都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再训练到 在游戏当中就达谈训练的效果 就是钱盛每次要让你训练的时候就给你打电话 Celina来做游戏 然后我就好嘞 今天还是蛮成功的 就至少我想要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都有了解到 然后我也会再给你去布置接下来的一些训练的任务和一些计划 如果你每天可以保证三十分钟的时间 你的心率在这个范围内 73到109 连续的运动每天都去做的话 你的脂肪就会有很明显的下降 这个我认为它是比较用心的 对于这种零基础的话 你连它的极限心率储备心率在多少都没有的话 那么练出状况来了 对 会危险 最后一件事情 我不会控制你的饮食 但是我希望你的碳水的摄入稍微控制一点点 每天你要喝两公升的水 对 好 OK了 这段时间你就加油 然后我回去会把训练计划给发给你 然后你就按照我的训练法去做就可以 好